今次出行去玩的地方是白明漢,Birmingham 由於火車停駛,所以今次就搭旅遊巴National Express 隨時2個小時15分鐘,被火車慢30分鐘,每人24磅來回 第一站又去了閒市集Boring Market 這是它的露天市集,主要賣蔬菜和水果 星期日它不開檔,所以星期六的黃昏每一檔都在促銷 室內的一面就是賣一些乾貨雜物等 見到有當賣寵物食物的好搞笑,是乾雞腳和豬耳 還有一面就是魚市場各類海鮮應有盡有 有一檔有生蠔,即開即食,過半磅一隻 白明漢中心有兩間港式麵包店,售賣這些傳統高餅點 有老婆餅 我們就在這間Uncle Cake 買了椰絲紀念冰 簡簡單單就換來一份熟悉的滿足感 喜歡逛街買東西的就可以來這個商場連商場的Boring 午餐就去了支持香港人開的茶餐廳 整間店都是香港人 34磅二人套餐,兩個小菜金白飯或者湯 一個小食和兩杯飲品 午飯完畢之後就去了科學館Think Tank Museum 樓高三層有不同主題的展覽 最高是Playground 這個遊戲用掘土機去鏟波,又挺好玩的 想試高科技的話就可以設計程式操作機械人 二樓那一層就講關於不同的動物和人的身體 科學館裡面都有不同的遊戲 讓大人和小朋友互動一起玩 玩完就去了幸福堂 坐下喝杯珍珠奶茶聊天 最後我們一行九人晚餐 就去了這間熊館打邊爐 貪它一張桌可以坐在一起圍爐聊天 送菜是散叫單點的 最後每人埋單大約18磅左右 今次我們住的酒店在鄭旅遊巴站的對面 非常方便 它類似Airbnb那樣 是一間studio的間隔 有焗爐、雪櫃、洗衣機、廚房 每晚106磅 第二天我們就去吉伯利朱古力主題樂園 首先坐火車去邦甫站 由Birmingham New Street Station 出發 只需要15分鐘 二人火車卡來回車資為4.6磅 下車之後沿途跟著指示牌行 15分鐘就會到達吉伯利朱古力世界 它有不同的票價 大人大約20磅 不過裡面有很多工作 所以都很值得玩 有些展覽給你認識吉伯利朱古力廠的歷史 朱古力的製造過程等 中間又有些遊戲機互動 小遊戲給你玩 最好玩當然是有得參與 一起學製朱古力 不知我們的Tampering技術又如何呢? 看不見到我畫那座獅子山啊? 可以在綠色螢幕前擺帖子拍照 到時賣紀念品 就是這條12磅的朱古力bar 想不到裡面還有小汽車 整個小小世界一樣 走了那麼久 口都有點累 是時候試吃朱古力 接著我們再去4D電影院 和看魔術 有些觀眾都看得很開心 尤其是小朋友 講你知 原來在這裡買的吉伯利產品 是比外面市面買的便宜 這個主題樂園裡面的節目都非常豐富 門票非常超值 最後出回市中心Food Court 吃黃店餐廳白哥白哥 主打星馬賽菜式 辣沙、肉骨茶等 一大班人來都對 因為自己可以在Food Court 選自己喜歡吃 今次去百明漢主要都是見朋友 這個才是重點景點所在